在载入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显示一个加载的动画 去提示用户小程序正在加载数据 打开这个仓库的地址 0号的微信app SpinKit 打开Pages SpinKit 然后打开这个Bounce3.wxss 它里面是一些样式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回到项目 我们可以把这些样式先放在 app.wxss这个样式表里面 再回到这个仓库 打开这个Bounce3.wxml 复制一下里面的内容 这个是动画小足标 需要用到的组件的结构 再回到我们的项目 我们可以去定义一个模板 把它放在项目的Templates 这个目录的下面 名字可以是Spinner.wxml 里面添加一组Template Name是模板的名字 可以叫它Spinner 里面我可以先添加一组Block 上面加上一个WXIF 根据isLoading这个数据的值 来判断是否要显示一些东西 它里面包装的就是刚才我们 复制过来的那个组件的代码结构 下面我可以找一个地方 去用一下这个木板 打开首页的视图 在这个视图的上面先导入这个木板文件 用一个import src的值就是这个文件的地址 templates下面的 Spinner.wxml 然后在这个视图文件的底部 我们可以再用一下template is设置一下使用的木板的名字 这里就是Spinner data就是设置传递给木板的数据 接下来一个isLoading 再打开页面的主逻辑 在它的data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sLoading 先让它的值等于true 现在页面上会一直显示 一个加载动画的小图标 在这个unload的这个方法里面 请求回来数据以后 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页面上的isLoading的值 把它设置成false 那么这样新的数据请求回来以后 页面上的这个小图标 就不会再显示了 再处理一下unreachBottom 判断当前还有要显示的页面以后 在下面我们再用一下 this的satdata 去设置一下isLoading 把它设置成true 重新的显示这个加载的动画 然后在下面的request 成功的回调里面 我们再去把这个isLoading的值 设置成false 这样捆动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如果还有要加载显示的内容 就会去显示一个动画加载的小图标 成功的请求回来数据以后 又会把这个小图标 把它隐藏起来 还有一个地方我们需要改一下 回到页面的逻辑文件 找到这个unreachBottom 这里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要加上一个或者isLoading 先把这个isLoading 从this.data里面提取出来 然后在这个判断里面 加上一个或者isLoading 不然如果滚动到页面底部 加载数据的时候 在加载没有完成以后 再次滚动到页面底部 会导致重复的加载内容